電動手是這種背景是地板的 這是之前抽Mimikyu Mimikyu的一番賞 這是F賞 對 已經被我摺得爛爛的了 然後它對面就是 誒沒有這不是 誒 這是袋子上面的圖案嗎 對這袋子上面的圖案 好 沒有 它就是這樣 然後這四支 那時候好像只剩下兩款了吧 所以我也沒得挑 我就挑這一款 我覺得這一款還不錯還不錯 它這邊都有一些小圖案 這邊有雙奶鮮 我朋友超喜歡雙奶鮮的 然後這是主光靈 然後就是我們的Mimikyu 然後伊布 皮卡丘跟胖丁 對 然後我抽到F3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們的衣賞 然後這也不是我抽到的 這是我 我那時候抽鬼滅3的時候 然後我抽到D賞 然後我朋友很想要那個L夾 然後他就用 他就用這個Mimikyu的盤子跟我換了 因為我那時候 我其實已經抽到滿多個D賞的資料夾 所以我真的不想再抽到那個資料夾 這是我一番賞以來第一個盤子 就我和很多很多Youtuber他們都會抽到盤子 但這是我人生中第一個盤子 一番賞的盤子 我覺得 其實蠻好看的 嘿 就是有小小的 就是可以看 我是選中間這一個 它有兩個方的 然後三個圓的 然後 我是選了中間這一個 然後中間這個呢 嗯很不巧 它剛好沒有Mimikyu 它就是有可愛的伊布 就是它這一次整體來說都是走一種比較 古典英倫風的感覺嗎 就是整個都 整個風格我覺得我都蠻喜歡的 那我以前就聽聞說這些一番賞的盤子就是 很小 沒有什麼實用性 不過我現在真的是也徹底的感覺到 那它整個盤子呢是有一點弧度的 就它不是一個圓圓的這樣 對 我覺得還不錯啦 蠻好看的 對跟資料夾比起來 我真的那時候真的不想再抽到鬼滅的資料夾 我真的那時候超級想要抽到 居賞 我就是想要那個小公仔而已 結果還是抽不到 我真的是 抽了十抽吧 都沒有抽到 傻眼 好 就是這一次 抽Mimikyu系列 就抽到這兩個 還不錯還不錯 蠻好看的